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视频内容呢,是大家跟我一起染头发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上面的头发和下面的头发颜色不太一样 而且我上面黑头发全都长出来了,有点不是很好看 然后呢,今天我就打算在家染头发 我买了这个是花王的泡沫的一个染发剂 这个染发剂呢,我之前有用,我觉得蛮好用的 它呢,就是说不会让你的头发感觉到特别干 我买的这个颜色是cool ash,就是有一点绿绿的那种颜色 然后呢,就是把这个盒子打开以后 它里面是有两个液体 一个是就是有颜色的,然后一个是无色的 这两个就是要把它混合在一起使用 它上面那个包装说你不要就是说上下摇 你要这样就是上下的晃 就反正你懂我意思哈 然后呢,我们就套一个垃圾袋 把里面这个它带的一个手套啊,还有一个说明书拿出来 我们就把手套先戴上 好了,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染头发了 就挤一挤这个小瓶子,然后泡沫就会出来 你就涂抹在头发上就可以了 呃,不要担心就是说涂不圆啊 因为这个染发剂说实话真的非常非常简单 一点技术含量都不需要 你只要就是说发根涂多一点,发尾涂多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很简单很简单 那好了,现在这个头发大部分就已经染完了 那我洗个头再回来 好啦,那就是已经染完头发,我已经洗好吹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上面和下面头发颜色不一样 因为我下面头发是漂过的 然后之后上面是没有漂过的 其实我觉得这样呢,还挺好看的 因为我个人不是特别在乎什么上下颜色不一样 我觉得这样就是说一个渐变的颜色也挺不错 我也挺喜欢的 那好啦,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不要忘记给我留言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Mua